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准备返航的时候 突然在海面上发现了一艘日军驱逐舰 罗伯特的哥哥死在了珍珠港 深深痛恨日军的他对日舰展开了攻击 然而日军也不是吃素的 经过一番激烈的海空战斗 罗伯特被日舰击落 来不及跳伞的他 随飞机一同坠毁在海面上 复仇的火焰在欧文胸中沸腾 他将生死置之度外 发疯般的冲向日军 终于将敌舰击沉 但自己的战机已严重损毁 欧文架着摇摇欲坠的飞机 划过古老的长城 飞越险峻的山谷 在撞火了敌人的哨所后 终于落在了悬崖的边缘 飞机正在一点点滑落 欧文从飞机中爬出 攀在螺旋桨上 用你全身力气大喊 Help me 关键时刻 一个放羊的娃娃放出绳子 将他从危难中解救了出来 正当欧文想给这个 纯真无邪的娃娃拍照留念时 一架寻踪而来的日本战机 投下一枚炸弹 娃娃被炸得尸骨无存 只留下那只银锁 这时迎面跑来一群军人 欧文晕了过去 等他再次睁开双眼时 发现身边出现了几位 身穿灰色军装的中国人 一位叫安杰的女兵 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说 他们是一支执行任务的 八路军小分队 指挥官征调了四名战士 负责将欧文护送回根据地 领头的班长叫黑的 看得出他有点不愿意干这差事 一路的景色实在太美了 欧文在中国待了四年 所以会说一些简单的中文 他问黑的身上穿的红杜兜 是哪买的 黑的却不开心的憋过头 不理他了 黑的有一样绝活 仅凭一片树叶 就能吹出美妙动人的小曲 他忧郁的表情下 似乎藏着什么 不为人知的悲伤故事 一日欧文正有学有样地 模仿黑的吹树叶 忽见到身材漫妙 在河边梳洗的安杰 他胸前为何总挂着一只手榴弹呢 欧文为他深深的着迷 称了安杰为 Angel 你救了我的命 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安杰听后笑了 经过三天的长途跋涉 终于又到达八路军的军分区了 他们来到一个安静的小山村 欧文随手摘路边的果子吃 还给黑的安杰一人一个 黑的却黑着脸 将一滴钱放到树上 八路军不拿百姓一针一线的政策 小欧自然不知道 村里无人硬门 粘稠的鲜血忍红了整个世界 到处都是被害村民的尸体 日本鬼子刚刚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 老人被直接刺死 妇女被活活倒油烧死 就连一一血雨的婴儿都不放过 手无寸铁的村人 全都死在了日军的枪口下 由于日军突然扫荡 这个军分区所在的村庄无一人存活 几个人已经在这里藏了三天 黑的派出一名战士去寻找游击队 至今未归 看来军分区已经转移了 本来小队的任务是把欧文送到这里 再由分区派队伍送他过黄河 现在只能改变计划 由他们几个人带欧文渡过黄河 将他送到延安去 但这时欧文与他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他急于将飞机上拍到的重要资料送回去 执意要走大路 不愿走相对安全的山路 于是次日一早 欧文没和任何人打招呼 便擅自一人出发了 这杨小伙有两把刷子 成功结下一辆日军的军车 凯旋归来的他 大张旗鼓地开着车回来接大家 可当他洋洋得意的在山下呼唤众人时 出事了 大批日军以文风赶来 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一名勇敢的八路军战士冲上来救援 欧文成功脱险 他却被日军击中身体 临走前在油箱下拉开手来 随着一声巨响 滚滚浓烟中带鬼子去了西天 好战友因欧文的刚鼻滋用而牺牲 黑子一枪怒火只能憋在肚子里 但他是个外冷内热的汉子 欧文在刚刚的交火中腿部受伤 黑子毫不犹豫地背起了他 并决定带二人回自己的家乡神泉寨 内里离皇后很近 可以从内里渡河 黑子终于回来了 家中有淳朴的老父亲 以及可爱的女儿花花 欧文见花花喜欢 并将自己的手表送出 可正直的黑子不让闺女要别人的东西 还把小姑娘说哭了 欧文赶紧跑出来 强行将表重新带到了花花的胳膊上 此后小花花去山里四处捕捉蝎子 未到欧文的口中 这个是给他治伤的 这土方子很惯用 第二天欧文的炎症就消除了 杨帅哥与花花成了最好的朋友 这时欧文才知道 三年前日军到这里扫道 为了誓言一种新式毒气蛋的性能 抓了一百多村民关进庙里 花花的妈妈和哥哥被活活毒死 黑子穿的红布灯 就是他妻子的遗物 这就是他那不愿和别人提起的故事 与花花一息别后 一行人举着皮筏前去渡河 这时 安寨主却突然带着自己的管家三炮突然出现 此时众人才明白 黑子曾与寨主是多年的仇家死对头 而安杰竟是安寨主的亲女儿 寨主送他到北平上学后 没多久便失去了阴性 安寨主也很为难 他虽不是汉奸 可若不把欧文交出去 日军得知后自己毕竟吃醉不起 兴许还会连累整个寨子的人 他想把女儿留下 脱离八路军 走到安杰的拒绝后 便把他锁在房里 次日一早 准备将自己的世代仇人 黑子的处死 黑子却能放下丝绸 共同抗日 但拎不清的债主学说 国难和家仇是两码事 千军一发之时 安杰从房间逃出 来到了刑场 拉着手榴弹小儿逼父亲放人 毕竟是血浓于水的妇女 老爹只好把黑子班长与欧恩放了 但债主的管家三炮 已将他们抓到美国飞行员的事情告诉了日本人 日军把这一带的黄河渡口都封锁了 黑子的父亲 把三人藏到一座深山的古庙中 黑子出去寻找游击队 他自己便和安杰暂时住了下来 故地重游的欧文 对孙女述说着往事 两人每天为庙里挑水 打扫院子 度过了一段世外桃源般的美好时光 欧文也成功学会了吹树叶口琴 爷爷和花花也常来看望他俩 每次都像过节一样 又到了享受蝎子大餐的时候 公鸡又时候满足的打着鸡 两人站在黄河河畔的小山上欣赏着风景 欧文问道 Angel 你为什么总是把手榴弹挂在身上 安杰若有所思 半晌过后终于告诉他 我是一个战士 也是一个女人 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危险 在死亡和被俘之间选择的时候 我们女人只能选择死亡 因为我知道日本鬼子 是什么样的魔鬼 自己的一名女同学 就是被这帮禽兽不如的魔鬼们玷污了 说到这里 安杰已泪流满面 她是坚强的 但她也是脆弱的 毕竟她只是个二十来岁的瘦弱女孩 欧文紧紧地抱住她 安慰着这颗受伤的心灵 这天深夜 黑子偷偷潜入安家 以民族大义说动了安寨主 寨主决定自己护送他们过黄河 但条件是 女儿必须留下 该给她安排婚事了 欧文却说 她必须与我一起过河 因为我爱她 之后欧文递给安杰一只匕首 收掉她的手榴弹 我会在你身边保护你 所以我不允许你身边有死亡的存在 终于到了约定好渡河的这天 三人来到黄河岸边 欧文被眼前着波乱壮阔的景色所震撼 她终于知道这条被中国人称作母亲的大河 为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了 她代表着坚强与不屈 在安杰的要求下 欧文为她在滔滔江边拍下了单人照 这是她胶卷里的最后一张照片 欧文情不自禁地走到小安身边 Angel I love you 两人深深地吻在一起 紧紧地拥抱着 安寨主带三炮提前来到岸边 准备帮黑的一行人渡河 可茅草屋里出来的不是传宫 而是大批日军 日军军官想让寨主交出欧文 寨主假意少年投降 突然掏出一把利刃 送小鬼子去了西天极乐世界 其他士兵纷纷举强 安寨主英勇就义 临走前死死地看着管家三炮 主人的死令三炮痛心疾首 面对狗汉奸的招降 没有选择委屈求全 他打破油灯 点燃茅草屋向黑子报信 誓死如归的三炮唱起了山歌 被日军一悄悄填土活埋 在临终绝唱 令所有人为之动动 三人看到有状况 赶紧绕到另一边 黑子的老父亲 为他们做了第二手准备 抱着葫芦过河 可来到岸边一看 父亲已被日军活活刺死 来不及悲伤 大批日军已齐了过来 黑子让欧文与安洁先走 自己守在这里掩护 杀了几个小鬼子后 无耻狗汉奸竟将花花带了出来 并举起了火把 以此要挟 董事的小姑娘听了父亲的话后 竟死死抵住牙关 将嘴唇咬出血 一声也不哭了 欧文实在看不下去 勇敢的走过来交换 他知道日军想要活口 救出花花后 拉着手榴弹弦 逼他们别靠近 计策很成功 欧文带花花跑了回来 但安洁的腿却在此时中了枪 黑枣一人单挑数名日军 掩护三人走进黄河后 但要打光的他壮烈牺牲 临走前送出一份厚礼 带狗汉奸一同见了阎王爷 下河游泳途中 安洁再次中枪 还没死透的黑子 扑上了堵枪眼 被日军捅成了筛子 安洁知道自己已经游不动了 不想拖累欧文与花花 毅然挑断绑在两人身上的绳子 将自己葬在了黄河 没把自己的身体留给魔鬼 而是还给了母亲和 他应该可以瞑目了 多年以后 欧文再次回到这个令他一直魂牵梦绕的地方 带来了五十年前拍的照片 欧文又吹起了树叶琴 熟悉的旋律声中 曾经的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心头 他将照片一张张荡入水中 连同那张 在深爱之人 对黄河河畔的单人照 之前宇哥曾讲过冯晓宁战争三部曲中的 《红河谷》与《紫日》 今天终于将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部完成了 算是给这个系列画上了一个句号 这是一部凄美的战争片 也是一部感人的爱情故事 影片中黄河的波涛汹涌 令我们深感自己的渺小 片中美丽的景色 令人过目难忘 与日军的屠杀 以及战争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日军的阴险狡诈 毫无人性 也与淳朴善良 舍己救人的村民 八路均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战争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 令我无法心无旁骛的 安心观赏片中的美景 若没有战争 黑子本该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与安人一起将花花抚养成人 若没有战争 安杰本可以顺利的完成学业 实现他的人生目标 若没有战争 我们本可以怀着愉悦的心情 欣赏沿途的美景 但这场残酷的战争 将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毁了 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黑暗的时期 但从小在书版 纪念馆 以及电影中 接触到这段深刻的历史后 与哥深深感到 能生在和平年代 实在很幸福 自己现在的辛苦 与挫折在革面先例的付出面前 简直不值一提 感谢他们为我带来的美好生活 我一直倍加珍惜 也希望我们的祖国能更加繁荣 富强 永远不再遭受外敌的侵略 对此 我虽然无法贡献什么 但我会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更加努力 怀吹感恩的心 过好每一天 与屏幕前的大家 一同迎接光辉灿烂的未来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喜欢我讲的故事 希望你们能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有个字 偶尔帮我点点每天推送视频文章里的图片广告 宇哥拜信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